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打电话 有的时候可以搁在耳朵上走路也跟人讲话 初初不以为然 觉得奇怪了 这人怎么自言自语 原来他是在跟人家远方的人在一起通话 我的习惯是坐在这个计程车的旁边 驾驶旁边 他在这开车 我坐着看得清楚 就像我早年在军中 驾驶在这 我坐在这前头 那么要开车 几十年习惯了 那天我没看到他耳朵里头带着这个东西 带一颗线 就听 嗯 哦 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刚才 嗯 是什么 哦 这个 我老婆打电话 让我早点回来 我说你就这样子 哦 哦 就完了 哈哈 呵呵 呵呵 有这点可以想到 有的时候我们跟自己家人啊 这个反应上啊 就冷淡 哎 跟孩子 回来了 爸爸 有的人不叫 就能回来 啊 哦 就这样子 我们从家做起 从个人做起 从夫妻做起 从家庭的关系做起 多说两句话 建立关系 这种关系的培养 有助于将来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有的好谈 哦 有的人很愿意孩子谈学校的时间 哦 有的人愿意谈今天在菜市场买菜的情形 你也愿意谈你在办公室里遇到的情况 和谐的家庭啊 还记住了 不能够有冷淡 要长长的游往来 人家递给东西 即或是一天到晚 几十年在一起 永远不要忘了 谢谢 给人家东西 理所当然 但是给你的回报 一声谢谢 你觉得 哎 我们的家人 彼此之间就是这样子 他不也觉得 哎呦 我是长辈 什么事都理所当然了 错了 在家中啊 是有长辈 是长辈之虚 可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不要冷淡 用爱 来彼此问候 光怀 上帝赐福你 是帮助的 是什么事都听不出来 是帮助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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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